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我是观众同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 林冠 讲到健康 这个俗话说 一天一苹果 一生远离我 那在这个季节 台湾本地有非常新鲜 好吃的蜜苹果 然后呢 有一些人喜欢 青苹果的滋味做甜点 那在本地呢 比方日本进口的 这个亡灵 或者富士苹果 也非常的受欢迎 那传统的 这个美国品种的 五爪苹果 也是市面上 常常看得到 吃得到的 那怎么样健康生活 来应用各式各样 不同品种的苹果呢 待会健康好生活 就会一一跟观众朋友 来分享 好 今天朋友 我们一起分享了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 是医生好朋友 江守山医生 大家好 好 再一次 生活好朋友 洪树青 刚好 好 再来是 营养好朋友 许琼月 大家好 好 再来是 我们的健康好朋友 王明勇大哥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好 再来是 我们的健康料理好朋友 黄景龙师傅 大家好 好 再来是 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陈志荐主厨 大家好 今天蒋伟文不在 这个对面也是183 再请起立 再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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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果然 很高 可是我每次头脑都会输他 五个月 对 拉高 拉高 他们趁年底 干掉姜未文 对 不要回来了 不要回来了 真的 那为什么可以干掉呢 因为常吃苹果 对 吃苹果好像就会长得好 长得高 长得妙 又抗老化 对 没错 因为他们研究发现说 苹果里面有个东西叫 苹果酸 对不起 叫熊果酥 熊果酥 一般女生只知道 好像用来美白 对不对 可是他们发现 熊果酸 它如果用在 你直接吃下去 它对于维持肌肉的质量 非常好 因为发现 跟着年龄越来越大 你会发现 越来越难以养成肌肉 而且肌肉的量 跟质行都变差了 那美国的研究员发现说 如果你吃苹果吃两个月 就这个熊果酸的补充之后 他发现 不仅肌肉的量 可以提高一成 品质也会提高三成 那如果能够搭配 另外一个东西就更好 另外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绿番茄里面的 绿番茄的干 那所以说 如果吃红果 加绿番茄 是最好的 可是问题你要吃得对 因为苹果 你想说苹果 苹果里面的熊果素 熊果酸到底在哪里呢 事实上肉里面并不多 它皮里面最多 所以我们今天 一定要教大家怎么洗 不然到时候你想说 我都怕吃到苹果里面的辣 怕吃到农药 都消掉了 只有你好处都没有吃到 所以如果能正确地吃苹果 一天一苹果 不但医生远离里 还可以头好壮壮 而且这个医生的角度 医生之所以 这个多吃苹果的人类 会远离你们 跟他们相对上抗癌 抗老化 抗氧化的这一个功能 跟贡献 比较大是有关联的 没错 因为这样老化 有个问题就是骨质疏松 那苹果含有的根皮肝 尤其是在皮 含量很高 这个根皮肝 首先在动物研究发现 它可以增加老鼠的骨质密度 紧接着把苹果皮磨成粉 发现它可以抑制关节炎 跟增加关节的活动范围 最后有人做了一个 一年的研究吃苹果跟吃里脂 就发现吃苹果的这一组 骨质密度有明显的比里脂 那一组增加 那这个对抗老化 就骨质密度保护的部分 那抗癌症的部分就更有趣 我们本来就知道说苹果 可以抑制细胞的突变 基因的错误 结果后来在做这个所谓流行病学研究的时候 像意大利做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研究 他发现你长期追踪一天吃一颗 比一天吃不到一颗的人来讲 他降低了什么你知道吗 降低了口腔癌 喉癌 食道癌 大肠癌 乳癌 卵巢癌 这么厉害 还有摄物腺癌 跟男生的肾脏癌 你只与力了八大癌症 对 所以其实它是个非常好的 很有多分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能广泛的抑制很多 消化道癌症 还有荷尔门癌症 那请我们右手边的来宾跟肃清一起出来 所以今天要大家分享一下吃苹果 没有大哥 这个季节我在台湾蛮多传统市场 那有一些这一个地方都看得到 这个是传统的台湾蜜苹果 对 这样其实应该好 我们台湾蜜苹果其实品质都不错 第一个一定点稠稠 你如果一般那种什么五爪 或者比较松散一些 才会混混 它其实特别好吃 当然台湾产的其实就是只有 差别在成熟度 你要喜欢甜一点还是要酸一点 它的品质基本上都蛮均匀 非常赞 而且我觉得台湾的蜜苹果有个特色 除了质地比较脆之外 我觉得它的糖酸比非常好 就是它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酸度在里面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甜难以降 它非常好 我觉得真的台湾之光 如果你有机会吃它就要多吃它 很耍脆 不知不觉就吃光 而且它的清脆度 我发现在所有 像我们摆出来的苹果里面 它应该算最脆 跟这个青苹果有的比 但青苹果有时候台湾也有产青龙 对 可是这个季节已经过了 你吃不到 台湾还有产秋香 对 不是我们那个秋香老师 秋香哦 对 它的品种叫秋香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刚好吃到是蜜苹果 大概观众朋友如果看到节目 大概在也不应该快要结束了 对 快要结束了 所以已经开始为生了 这个季节的青苹果 那青苹果是不是通常拿来做甜点比较多 因为青苹果它的酸度就 比较酸 对比较酸 还有再加上它的果肉 其实你这样吃是脆 对 但是它如果做甜点 它可以变成比较糊化状 哦 它不会一块一块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介绍说 苹果它做料理的时候它的特性 对 那传统上 我觉得我市面上最常看到的是这种富士 对 是对 这个富士其实 因为进口的啦 它的 你看它的size 体积都特别大 对 那其实在国际上 它们都有编那个size 每一种size都一样 那一般是这样 其实 大家都知道之前美国有公布嘛 苹果是 去年 前年的最脏的第一名 农药最多 农药 就残留的几率比较高 残留率高 而且残留种类也多 对 所以每次你看到以前 你看到外国的广告 都叫你这样 对 其实这个动作绝对不洗 那标准动作要怎么洗 标准动作 因为还有一个 大家也要不要忘了 其实 之前我跟农友他们在聊 其实像台湾的蜜苹果 当然不可能完全没有用到药 它在开花期 就是初期一定会用 但整个结果期它会结束 但重点在哪里 你不要以为 进口都一定有蜡 台湾的 台湾的一定不用打蜡 没有错 可是它的表皮 苹果本身就有蜡 果蜡是不是 对 它有自然会 你看我这一项有没有很亮 对 那你只要插过 你只要用棉布这样插过 你看 就好像我们那男生 你看 插皮鞋吗 对 真的很亮 超亮的 真的 这边没有 这没没 对对对 这个插就亮了 那本身它就会有果蜡 那果蜡以前我们都以为 好像是美国进口才会 对 要刮 其实你这样刮就会有很多蜡 对 你看这个白白的都是蜡 我们给镜头特写一下 特写一下 你看这个白白的都是蜡 好 所以当然有的人就说 我真的为了放心就消掉 其实为了这个 不要 刚才讲我们很多营养都在批 可是为了时候又担心 那消掉当然是一个最快的方法 对 那如果今天我们买到 尤其像台湾这个 那它本身没有上蜡 这样去角质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要吃它的皮的营养价值 你要担心它有任何残留 各式各样不好的物质 那清洗就变成很重要了 可以的话你尽量 可以用一个稍微温度高一点 大概在65度以上左右的温水 当然不叫你来去煮 就是给它泡一下 先让那个蜡会稍微有点软化 泡多久 大概5到10分钟 也不能泡太久 不然会蜡掉 对 会熟了 那另外一个我们准备一点点盐巴 跟小苏打粉 我们把它混 大概把它mix在一起 好 一连连的盐巴跟小苏打粉 比例呢 大概1比1 1比1 那你就表皮把它用力的搓 这样子搓 对 好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有同学感觉在去角质 对啊 陆生啦 目的就是要把这一层蜡 把它磨掉 如果今天你真的想要吃 这样会安心很多 那当然一样你就标准流程把它洗干净 把它稍微表皮浸泡一下 那这样子去掉我们等一下给镜头 你可以多磨一两次 这个表皮这一层几乎都会把蜡 给它磨掉 而且如果你是进口的苹果 像现在台湾市面上美国来的 智利来的 日本来的都挺多的 那它经过那么长途的运输 它其实有各式各样保存它的方法 所以你没有洗干净的话 其实完全直接吃皮有点危险 对 有点危险 所以你看这样子 你这样擦掉这个蜡就不会亮了 真的有擦 它变比较霧面了 就是把这层蜡给它磨掉 对 你对照这个 来我们来对照一下 你把它再擦一下 好 让它亮一点 好 这个擦就会亮 对 来 这边 来 这边 你看 霧面跟亮面其实就有差 这里就比较霧面了嘛 对 然后这里比较油亮 好 这是标准的清洗的动作吗 对 把它整个把它磨过一遍 这样的话你如果像打精力汤 打果汁 或直接切粒 你要想要连皮吃 这样的风险会比较低一点 那今天刚刚吃到的这个是富士 富士也是本地非常受欢迎的 就是你有没有觉得 以前只要去探病 然后干嘛 一定要送这种大科的富士 可是富士我觉得它的味道就是说 它甜 它没有酸味 但是它香气也觉得没有那么浓郁 对 就是一个觉得吃起来也算爽脆 但是没有那么硬 是 但是甜度就是淡淡的甜 也不会太超过的甜 但是几乎没什么太多的酸度的苹果 那美容大哥你们有时候打精力汤 还会用的是小科的这种 对 嘎拉也是季节性 有时候甚至美国没有 会可能从法国 欧洲国 对 欧洲智利 阿根廷 其他国家来这样 嘎拉通常怎么挑 其实嘎拉 其实它尺寸都会比较小号一点 那其实苹果的挑法 我建议大家其实应该就是说 第一个地头你可以看得比较明显 这个地头还很完整 那比较不会掉 它表示它的新鲜度 对 那这个没有那个 像这种青黄色的亡灵 这个也是市面上常看到的 当然这个比较普遍就是从日本来 日本的 对 那一般这个 讲坦白这个可能普遍度比较没那么高 这季节性比较明显 对 这个比较没有 像其他 这个比较几乎整个人都适合到 对 五爪也是啊 常常可以看得到 你这常常看得到 那个是这个五爪 那五爪也是相对最评价的 对不对 对 其实一般像这种比较不脆的 我都打果汁 我觉得它最适合打苹果牛奶 对 因为它几乎没什么酸度 然后它松嘛 因为它质感很脏 可是它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苹果 我认为它 对 没错 而且感觉它是所有苹果里面最亮的 对 感觉好像它辣永远浓妆厌抹 上最多就是它 好 那刚刚讲苹果的新鲜度跟脆度很重要 买苹果回家 你通常怎么保存 其实买苹果回家 当然它是温带的植物 所以尽量你保持低温 好 其实你把它放冷藏 你可以 其实苹果算是很耐放的一种水果 冷藏 冰箱 低温 对 像一般台湾的蜜苹果 其实为什么 它你吃的季节可以拉长 其实它几乎都在冷藏 所以它们采起来都放在冷藏库 放个一个月到两个月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好 谢谢我们来宾 谢谢 好 接下来 美容大哥要分享 一天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但是一天一苹果会吃到腻 吃到吐 所以你要分享一个健康又好吃的 这一个小朋友也喜欢的苹果咖喱 对 苹果椰香的鸡肉咖喱 那我今天不用椰奶 我直接用椰子油 它就有椰香味 这样就好了 因为有时候椰奶吃多了 大家会腻 哇 你帮椰子油找到新生命 对 因为椰子油会有香气 观众跟粉丝都会问我们椰子油怎么用 对 那你也知道前一阵子 台湾富贵人家流行吃椰子油 抗这个老人吃啊 对 那我们就把这个鸡肉 看你是用鸡胸肉 鸡腿肉我觉得都不错 好 鸡肉部分去骨 这样小朋友一口吃 切成一口大小这样 那这样子 我们就把这个一半的洋葱 半颗 我先把它放在这里炒 那半颗 那我知道 好 半颗炒 所以王明勇先生 就是要用椰香 带出小朋友对咖哩的热爱 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咖哩有全世界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版本 没错 有的偏汤 有的偏酱 有的偏辣 有的偏甜 对 那小孩热爱的都是这种苹果偏甜口味 我觉得我们台湾饮食受日本有一点影响 我们比较喜欢吃日式的这种蔬果咖哩 所以一般我们今天来打这个酱 顺便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那这个酱最经典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苹果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准备 这个是我们本土的蜜苹果 好 苹果 这是我们两颗小颗 把它刚已经洗干净切片 那泡着水 因为不要让它变黑 我们就把它沿着水一起 没有的话 刚刚的富士 或者是家里放比较久的苹果 口感没有那么好的 也可以拿来打酱 对 那我们用一点这个红葱头 红葱头 因为有这个台湾的红葱头 好 再来是姜片 姜片我们大概适量 因为看它的辣度 这个是老姜吗 对 老姜 我们用老姜 好 那再来辣椒 去脂的辣椒 因为不要那么辣 我们就去脂 这大概两根 好 那再来蒜头 这大概小颗的 大概是这样六七颗 因为我个人喜欢 辣蒜味重一点 那这个是芹菜的根 我喜欢用一点芹菜的梗 其实你要打汁 不切细也没关系 直接适量把它放进去 好 那另外我会加一点点芹菜 好 因为芹菜也会提出那个香味 还有一个我觉得用芹菜的好处 你不用加太多盐巴 好 因为用了芹菜或巴西利 这种芹菜的这种类别的 这个蔬菜在一起打 你会发现它自然 好像有一点咸味这样 那另外刚才半颗的洋葱 我一样把它放在这里 所以刚刚就是苹果 红葱头 姜片 那这个蒜 那也有一点辣椒 还有芹菜的这个根 芹菜的梗 跟洋葱一起打 好 这个是咖喱酱的 苹果酥酱 那这样稍微把它腌到就可以了 只要腌到 好一点点的水 只要腌到它就可以了 越过那个食材就够了 对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打一下 哇你用那个椰子油炒的鸡肉 超香的 好香哦 我整个摄影棚都是椰子香啊 对 好那我们就稍微把它打碎 也不要 我觉得不用打得太碎 就是有一点颗粒的口感这样 好 其实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个就是酱料的feel嘛 输果酱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另外 我要再让它香味提升 我来教大家 这个是姜黄粉 对 那我会用一点 三种来搭配 它味道会更好 那姜黄粉我们先用一点点 不要太多 它会变苦 所以我们这个姜黄粉是颜色 因为一般外面 现在终于有姜黄味了 刚刚都是椰子味 那因为一般外面买的咖喱粉 我个人是觉得不够重 对 我喜欢的味道 因为一般调好的 都是比较淡一点 对 那我就希望再加重它的味道 那这个我用两匙 稍微让它炒的香味跑出来 所以你就是 一般市面上的咖喱粉 对上姜黄粉 可以大概2比1 到3比1 家里如果有过敏额的部分 就是可以多吃苹果 但是要记得吃苹果 它的维生素A跟维生素C 也比果肉还要来得高 它也被脑袋的细胞运用 被认为说 是胖痴症 那另外我会再一份的 这个是五香粉 这台湾一般妈妈卤肉 或者调味的五香粉 或者是那盐酥鸡 小朋友很喜欢的味道 所以你用一匙的五香粉 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味道出来 会更有台味的感觉 那这个是南瓜 这是南瓜丁 我把它切一点南瓜丁下来 你有先烫还是直接那个 没有就是硬 就是直接先生的 对 生的 不过它南瓜丁 大概只有一公分半左右 我都切一口大小 一口一个 对那这是胡萝卜 这是半颗这样 那因为我们今天选的南瓜 跟胡萝卜颜色好像有点像 颜色很像 只是不一样 你可以选黄一点的 对 也可以这样 好 那这个是苹果丁 我可以最后再下 这是青苹果丁 那我们就把打好的这个sauce 下来 下下来 好 现在我这里闻到的香料的层次 确实带一点五香香味的 咖喱香 对 好 这样把它腌到就可以了 那我们之前刚好 那个金主持人他有种 这个是咖喱叶 那咖喱叶 其实这个是很经典的 如果在东南海国家 几乎都会加的 你就这样整片 整片下去 它也不会掉 但它会增加一个很独到的香味 可是学生有问题 你们给这个家里头 没有咖喱叶的观众朋友 怎么办 一个难题 那他们没有怎么办 现在一般的很便宜的超市 都有卖干的 真的哦 就晒干的 长得一模一样 香料这样子 对 它就叫咖喱叶 很便宜 一包一二十块就一大包 好 就香料区 也OK 如果你像我个人是觉得 多的这个味道 风味是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你讲的咖喱 有白白种 每一次煮不会一模一样的咖喱 真的 那再一点点这个黑胡椒力 这样才不会浪费 咖喱姜黄的吸收 因为黑胡椒 可以带出姜黄的吸收率 对 那这样子给它稍微 给它滚了之后 我们把这个青苹果 如果你想要吃脆一点 你就再晚一点放 那如果你想要让它味道浓进去 其实这个时候把它铺在上面 等一下我们可以把它盖锅 让它焖熟 基本上就OK了 好 所以这样子开始 这个所有的食材炖煮 以你的经验值 通常要炖煮多久 大概像这样滚起来 大概在 如果软烂一点 大概20分钟 那如果全部熟 大概15分钟就可以吃 好 那问一下琼月 苹果皮 这个刚刚美容大哥曾经示范 把它清洗干净 这个一旦剔除掉辣 或者是农药的疑虑 它的营养素 其实比果肉还要丰富 对而且是丰富非常多的 所以这边跟大家讲 吃苹果不用再怕有辣 因为已经教大家 怎么去把这个辣处理掉 那为什么说它会比较好呢 因为其实它的 光是纤维质的部分 它皮就是肉的两倍 所以第一个是膳食纤维含量很高 那第二个 其实它的维生素A跟维生素C 也比果肉还要来得高 那第三个呢 其实它有一个 刚刚我们有提到 都有一个直化素叫做胡皮素 那这个胡皮素 有经过我们一些研究 那它在我们人体里面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它这个胡皮素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身体的一些发炎反应 还有包括一些那些咳嗽啦 打喷嚏就是一些过敏现象 所以家里如果有过敏额的部分 就是可以多吃苹果 因为这个胡皮素含量非常的高 但是要记得吃皮 因为果肉的含量就没那么高了 那第二个有研究去发现说 它可以降低我们的一个代谢症候群 它这个是有做一个人体的实验的 它就是可以降低我们的低密度的胆固醇 还有我们的一个总胆固醇的部分 这个也是胡皮素的功能 那第三个它连肺都保护到了 这个是在我们的胸腔医学期刊里面 有去做一个发表 它是研究2500个人的一个研究 那它包含它追踪五年的生活作息 以及它的饮食习惯 就发现有吃这个苹果的中年的男生 他肺部的健康几率比那个没有吃苹果的 还要来得好 所以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难怪以前这个没有那么完整整密的 医学研究的时候 俗话就会说一天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那江医师我请教你 我们美容大哥刚刚用的椰子油 刚刚它只有挖一尺 那其实也没有到大尺 大概平尺小尺 那你看它在摄影棚它结成快了 其实椰子油是很明显 温度低一点它就会凝固的 那食用椰子油到底有没有一些好处 或者有没有哪一些要注意的 首先我们当然要承认它是一个饱和脂肪 那承认它是一个饱和脂肪 它就有一个好处是它很耐热 所以拿来炸等等的 它不会变脂 那问题是说好处到底在哪里呢 根据研究 这个椰子油含有很高量的中性脂肪酸 那我们也知道 长性脂肪酸容易堆积在体内 变成你的油 中性脂肪酸可以拿来烧 那因为中性脂肪酸的关系 第一个也被报告说 它可以被脑袋的细胞运用 所以被认为说可以抗痴呆症 当然这个月泥酸也有关系 所以有人研究说 它对痴呆症的病人 会有点缓解的效果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到底饱和脂肪会不会伤害血管 这是大家很在乎的问题 可是你如果看过去年 那个建桥大学领先发表那个研究 跨了60万个病人 72个国家的中继分析 其实他发现饱和脂肪 完全没有证据说会伤害心血管 所以其实饱和脂肪 目前看起来是安全的 我如果从这个我印象的角度来看 东南亚用也只有用很多 可是东南亚我感觉也没有说特别胖 也感觉也没有特别的夸张的心血管疾病 所以说心血管疾病并没有比较高 所以这一点 其实大家的观念要渐渐改了 从以前来研究油的时候 认为不饱和脂肪比较好 可是没想过说我们在煮的时候 不饱和脂肪都要加热 不饱和脂肪加热的时候 很容易产生一些毒物权 那饱和脂肪是对热稳定的 贸易力也很高 那再加热的时候 因为它饱和了嘛 所以它不氧化 所以它基本上就比较不会产生这些毒性物质 所以其实不管我们台湾古早用的猪油 现在大家留在用的椰子油 它都是比较偏饱和脂肪 事实上对我血管是没有伤害性的 好 那美容大哥我们来关心一下你这一锅这个咖喱 其实它已经 哇 只要把它炖烂 好香喔 对 把那个汁再收一下 那我们就给它这样子拌匀熟了以后 我们把香菜撒上去 大家就可以来吃吃看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哇 美容大哥的苹果咖喱好好吃喔 连这个汤都好好喝 可以喝干净喝光 真的 它就是酸酸甜甜香香的 然后辣很 我们以前去那种咖喱店 他不是问你要几心吗 对 这个辛辣的人几心 大概一心左右 就是相对没什么辣味 但是我觉得它把那个 这些苹果什么东西 露菜真的很棒 因为你会觉得说不用高汤 但是只要这样子喇一喇之后 它整个那个咖喱的那个味道就是丰富的 就是很多元的 就非常好吃 那那个绿咖喱啊 我觉得里面的这个青苹果啊 就是要让它不要烂 因为你吃起来就觉得里面刚好 因为有一个特别酸 但它有不同摇杆的东西在那边提味道 就觉得它不会整锅都是一样的感觉 然后你的南瓜已经软了 所以就觉得它很甜 而且 江医师这个是不油腻 连汤都可以喝光光的 非常健康版的咖喱 我们咖喱喔 你看台湾大部分人煮咖喱的时候 他都买咖喱块 咖喱块里面其实很多问题啦 因为咖喱块大部分都是填充一些 什么玉米淀粉那些东西 那个对我们代谢都是负担 增加你的体重啊 增加你的血脂肪等等的 可是明永他今天用的 只是用所谓的这个苹果 再加上一些什么蒜啊 葱啊这些东西 芹菜打在一起 这个是全然健康的 可是取代了这个 这个咖喱块里面那些淀粉类 所以他把一个咖喱料理里面的 副分的部分变成一个加分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喔 我们龙师傅也厉害 龙师傅要做一个苹果狮子头 对 没错 厉害 而且这个好像也可以当年菜 可以啊 因为这个其实是分两部分 就是说我刚才我也是用这个苹果 去做一个蔬菜膏 那个汤底 汤底 然后另外再把那个苹果切磨 打在我们的那个肉丸子里面 做个狮子头 厉害 也是有两种口味在里面 那我们先热一个锅子 首先我先来 我们先用这个苹果锅 也是一样 我们这些蔬菜有准备像这个 芽芽菜 苹果 番茄 红萝卜 我们就依序啊 好 把它堆叠到这个 锅子里面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先放的是娃娃菜 对 对 先把它做个堆叠 好 我们先堆的是娃娃菜 那再来就是这个苹果的部分 苹果的部分我们是带皮下去 然后给它切成块状 好 那我今天这边用的苹果是富士苹果 对 所以先铺底的是娃娃菜 那娃娃菜更甜 那如果家里头刚好没有 白菜也可以 都可以 对 那再来就是 这边有一颗的牛番茄 带点牛番茄下去 这样切块下去 对 都切块 让这个汤底拿到吃起来 有点酸的味道在里面 那最后这边是一个红萝卜 红萝卜切 差不多小指甲片就可以了 都给它放进来 那这里的话 因为其实本身蔬菜的水会蛮多的 但是我们这里还要加大概 1 2分之1的水就可以了 2分之1的水就可以了 锅子2分之1 因为这个蔬菜都会出水 对 这个番茄其实有 这个七八成以上的是水分 所以炖煮之后出水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把它盖起来 好 那我们让它焖煮 好 那师傅 现在这个狮子头听说厉害了 狮子头 其实大家在吃狮子头 就是要吃松要软 但是呢 松软的狮子头 它有一个东西会放很多 就是猪的肥油 对 你吃下去是入口即化 那个里面几乎40 50%都是油 那我这里呢 因为我们要健康嘛 所以呢 我就搭配这个 这个来 第一个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先放两块豆腐进去 请你一天只要一颗中型的苹果 你从血糖 血压 血脂肪都有解 只要一天一粒中型苹果 这个等一下 它其实做起来 你的作用会很多 你就这样配方煮出来之后 人家客人来请客不得了 现在就是 一定不是一般的主妇 就是 Pro级的主妇 不用板豆腐 因为板豆腐本身它的这个豆香味 会比较浓郁一点 然后再来呢 就是我们这个苹果 苹果切丁 对 把它切成小丁状 学生有问题 我觉得传统有一些人加的是碧琪 所以你现在用苹果替代碧琪 对 增加一个口感 那碧琪它的那个 苹果本身这个有带甜带酸 所以这个味道会比较多层次 哦 因为肉有的时候会腻 对 所以带点酸其实也不坏 对 那传统的话 那个刺头喜欢放葱啊 姜啊 那些等等 然后这样酱去调味 那我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我今天是用味噌 而且这味噌不是一般的味噌 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这个金山味噌 它还有豆 对 这里面其实味噌里面 它是用那个盐巴 还有米啊 还有那个取下去做的 但是我们这个金山味噌 它是用谷物的 你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 它有一颗一颗的谷物 对 谷物在里面做 除了米之外呢 它有艺人 然后还有这个豆类的部分 而且它这个带起来 本身就有一个甜味在里面 那学生有问题 家里头没有这个味噌的怎么办 对啊 没有味噌 没有这个味噌的话 你可以用一般的传统味噌就可以了 对 好 一般传统的白味噌嘛 都可以 对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感谢它吗 因为我去日本玩啊 然后就在那边超市 其实看不懂日文什么 就采购一堆味噌 其中就包括它说的这种金山味 就是那种 但是我从头到来不知道 这到底要怎么做 因为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那我这边呢 还要再放一点这个面包粉 面包粉 因为面包粉其实就是让这个肉 稍微可以稍微 它吸到水之后 它会稍微凝固 这个你的肉丸子就比较不会散掉 好 所以面包粉也会凝聚我们的肉 对 那这样子相对上要粘合的这个 对 容易度也会比较高 对对对 那加一点点的水 也是要让它均匀粘合嘛 那像日本在做这个汉堡肉 它是面包粉会加一些鲜奶 对 那我这边是加点水就可以了 对 好 俗称打水 那师傅最后加了一小匙的酱油 一小匙的酱油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让它上色 如果你这个有一点点酱油的话 就可以上它 就可以上这个颜色 好 好 那我这边呢稍微要来做了 把它拌均匀就可以了 那师傅传统的狮子头 有些人还要摔肉 摔那一个肉丸子 捏肉丸子 这个需要吗 我是建议不要摔啦 因为你摔的话它出筋 出筋你吃起来会很像乒乓球 哈哈哈 我们狮子头吃起来 你要在嘴里要整个散开嘛 对就是这个看似有形 入口无形 那是最高竞技 哎呦 哇 哇 农师傅是世界冠军 冠军徒师 有学问有学问 对对对 那一般来讲哦 你千万不要把油加到这个肉丸子里面 对你把油抹在你的手上 哦 要抹在手上 然后放一点在我们的盘子上面 所以待会的丸子成型之后 也比较不会黏盘子 对因为我们一般 你解答了我疑惑 对一般一般是手 你稍微要稍微把这个油抹 对对对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 然后 对对 你先帮我开一下这个 对对 开一点 然后我们这边割一点点的油 因为你要稍微有点油 让它煎起来才会像 我们要用油来煎一下这个肉丸子 让它丸子成型 那为什么呢 因为龙师傅要做的是健康版的苹果 十指头 对 苹果替代了壁起 那这个传统的十指头 有些时候是要油炸嘛 对 那我们师傅不准备油炸 可是准备用平底锅稍微来煎一下 那这个二厨现在帮你热一下锅子哦 待会要让它入锅煎 对 那这个十指头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是手工做的 所以你不一定要让它搓得很圆 就是大小可都是你可以自己去控制的 那传统像我们在做那个扬州狮子头啊 它大概是有 这个大概两倍大才可以 对 超之大 很大 对 那你想说它那么大 吃起来还那么松软是为什么 里面是打了非常多的猪油在里面 好 你解答了我的疑惑 它吃多的话 你可能有一天会觉得脖子就开始 这样 我跟你讲 那个跟有一些人炖那个东坡肉 为什么入口即化 因为它那个脂肪都油化了 然后你真的 为什么有些老人家牙口不好的 阿嬷都喜欢吃那种 因为喜欢吃那种的 阿公阿嬷牙口不好 一吃那个化掉 软掉 那我们这种年轻人还可以咀嚼 有些老人家觉得脚肉都薄不叮噹 对 他们喜欢那种用甘的 就会化掉的那种 对 狮子头很澎湃 对啊 现在油也很少 对对对 一点点的油就可以 一点点的油 而且刚刚师傅是说 如果我们很喜欢吃那种 超大颗又柔软 又吸的那种浓浓的白汤的 这个狮子头 可能会觉得颈部越来越僵硬 那刚好吃苹果可以解它 为什么呢 他们有研究发现 其实你一天只要一颗中型的苹果 不用太大颗 就中型的 那你直接吃 或者你把它打碎 变成有还有纤维的这种汁来吃 他们发现这样就可以降低27%的哪些疾病的几率呢 很多 包括你如果胆固醇也可以降低 你本来有周壮动脉硬化的 那比如说你有高血压的 那甚至你有那种他们叫做胰岛素主抗性 就是糖尿病前期的 或者你有那种葡萄糖耐受不良 都有 就是说等于你从血糖 血压 血脂肪都有解 只要一天一粒中型苹果 那我们同一时间来关心一下这一锅这个高汤 好 我先把这个高汤这边先稍微打开看一下 哦 果然出一堆水了 对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们这个其实呢 白菜它的甜分会释放出来 那苹果跟这个番茄 它还有红萝卜下去 它释放它的甜度之后 我们这个再把这个势头放下去 盖锅那要煨 煨到手 这个并不用煨得很久 因为传统的你可能要煨至少一个小时以上 才会入味 对 那我们这边呢只是说这个汤头的味道出来之后 然后狮子头煎到两面金黄下去煮 煮到肉熟了就可以吃了 并不要煮得太久这样子 对 好 那所以通常煮到这个时间点就可以放狮子头来煨吗 是 差不多了 这个已经有那个软香气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狮子头给它放进来了 好 那我们现在狮子头 并没有熟 我们只有这个表面先让它煎定型 然后呢 这个狮子头煎定型 它的调味是刚刚的酱油跟味噌 所以它的颜色这个比较深一点 然后呢 它整颗下去的时候 就有一点点蒸煮狮子头 所以狮子头的一点肉汁 汤汁 最后也会跟我们这一锅高汤 浓郁整合在一起 哦 可爱 对啊 哇 塞得下 你过来 好 来 再塞 我感觉他尝试要把它塞满 好 我们炖汤的同时问一下树青 这个外头很多人吃狮子头真的过油 那我刚刚讲狮子头往往是油炸 再来 如果你没有加壁漆 或者增加它的膳食纤维的话 很多时候那个含肉量真的会吃太多 真的 因为刚刚其实龙师傅就让我们知道 狮子头有三个油的来源 第一个就是它自己的绞肉组成里面 它会让它柔软 又加油 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您管讲 它在制作过程中可能经过油炸 再来油一次 第三个是它所使用的高通 为了它的浓郁可能还是油 所以它是三种油组成 那对于现代人来讲 这三种油组成的狮子头负担真的很大 因为国民健康署的调查 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国人如果是 不会是男生或女生 我们的脂肪摄取量 大概都超过我们饮食的三分之一以上 这都太多了 如果你油脂吃太多 未来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增高 好 那师傅我们来看一下这锅 好 对 这锅好像也好了 哇 非常的香 哇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哇 龙师傅的苹果狮子头好好吃 这个金山味噌风味真的很好 而且不会过咸 就是它这整锅的这个炖起来啊 就是其实是往甜的系列走 虽然我们根本没有加糖 可是你就觉得它是天然的甘甜 它跟一般四十口的口感不一样 就是说 当然第一个部分是因为 我们里面可能加了那个苹果 我本来想说 因为碧茄加在里面啊 它其实煮了之后还是脆的 对 那我本来担心说 苹果会不会煮了之后不会脆 其实我觉得如果那个切的那个 或者选的那个材料是好 它还是有一点点摇感 它还是脆的 它没有软掉 所以可能第一个你要选对苹果 不要选那种很烤起那种 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这样炖起来 其实有一些 那个 就像你刚才的味噌 它使得它整个那个比较甜 然后有一点点香气 所以即便我们没用那么多油 去 因为有时候油就是一种香 你知道对于身体来讲 可是我们没有用那么多油 可是我们其他东西补足 这个感觉 所以你吃起来就觉得是一个 清爽不油腻的苹果狮子头 真的 所以苹果搭配猪肉 就是一个聪明的选择了嘛 它就降低猪肉 红肉带来的风险 对啊 因为其实像我们刚刚有看到 其实我们刚刚这个苹果 它是有连皮一起下去煮的 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说 在吃的时候 也同时摄取到苹果的膳食纤维 那个苹果的膳食纤维呢 其实膳食纤维大家常听 可是其实它又细分成两种 一种是水溶性的 一种是非水溶性的 那在非水溶性膳食纤维的部分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帮助排便 预防我们的便秘 它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去 刺激大脑就是会想上厕所 那第二个在水溶性膳食纤维的部分呢 因为它含非常多的果胶 有50%都是果胶 这是最主要一个 很好的水溶性膳食纤维 那这个第一个 它就可以帮我们降低胆固醇 那第二个 它还可以帮助我们 粪便增大体积之外 它可以保水 所以我们的粪便就不容易被吸干 你上厕所也不会很辛苦 那第三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 它有可以帮助我们肠道 它可以那个果胶 可以分解成丁酸 这个丁酸呢 是我们肠道 有益菌 很好的食物来源 所以它除了可以帮助我们 把不好的东西代谢出去之外 也可以让我们的肠道 有一个很好 很健康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苹果的好处是非常多的 真的 那接下来志英主厨要分享一个健康又好吃的焦糖苹果可丽饼 而且这个焦糖苹果除了可以做甜点 还可以做苹果水果茶 对没错 我们吃饱了 对 然后现在要来甜点 对 那甜点很简单 我们这边准备的是那个富士的苹果 然后呢 把它切成就是 一颗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那种 环形的 对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还有腌这个柠檬汁 对用柠檬汁我是怕它氧化掉 那如果你是现销现做 就不用腌 对那这边我准备两个糖 一个是黑糖 一个是二砂 对那我们这个直接把它下锅 所以我们热一个锅子 对那我们要先下的反而是这个糖 对没错我们要先下糖 我们要先下糖 然后黑砂糖 好 然后二砂 好 这个一般呢 我们通常会煮那个焦糖 然后呢 可是因为焦糖 其实它对身体不好 那我们现在都改成 就是用那个黑糖的那个香气就好了 对 稍微把它拌炒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黑糖跟这个二砂稍微拌炒一下 是拌炒一下 让它那个糖的香味有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边呢 我们再准备一个柠檬 好 对柠檬我们等一下直接几汁 如果你有腌了 就可以直接柠檬汁一起下去 如果没有腌 我们这时候就挤半颗柠檬下去 对然后我还会再削一片那个 它的那个皮 对削个两三片 让它的这个香味 对香气 入我们的焦糖 没错 我就会把它削进去 那这边呢 已经有那个糖的香气出来了 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把苹果把它加下去 好 你现在在做的这个做法 也有一点点像人家在做这个果酱 对不对 对 没错 没错 这个等一下它其实做起来 你的作用会很多 你可以等一下我们包可丽饼 然后泡红茶 甚至于你早上要吃面包 夹面包 然后甚至你要做那种就是 给小朋友吃的啊冰淇淋什么都可以加 便宜也都可以搭 很百搭 然后直接 那现在就熬煮它吗 盖上熬煮就可以了 好 那主厨今天还要再分享 这个熬煮它的同时 你要分享一个简单的家里头 很容易学的可丽饼的做法 对 那我们可丽饼准备三个食材就好了 就是牛奶 牛奶 然后250cc 全脂奶吗 对全脂奶 那你250cc你怎么办 你去找那种一罐就250 你都连秤都不用秤 小瓶的 然后小瓶的 然后面粉两大匙 什么筋 低筋面粉 低筋面粉 对 然后鸡蛋两颗 一定要低筋吗 低筋会比较松口 对 所以低筋比较好 低筋比较好 那鸡蛋两颗 对 两大匙的面粉 两大匙的面粉 然后 对两颗蛋 对两颗蛋 所以两大匙的面粉 对两颗蛋 然后对250cc的牛奶 是 那其他的观众朋友 可以自己斟酌你家里头的 这个人口的数量而增减 对 那这个打不能三个食材同时丢进去打 因为你这样面粉会结成一颗颗粒状 因为它会浮起来 所以我们要先蛋跟面粉先搅开 好 所以先打蛋 对 那牛奶呢 就是慢慢加 慢慢加 先一大匙一大匙慢慢加下去 先让它打散再加 打散再加 对 哦 是那我们 再过筛 它还有一点点颗粒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稍微过筛一下 那其实这样打起来是几乎没有颗粒的 有一点点的粉状的颗粒 或者万一蛋白蛋清 有一点点那个都可以把它过掉 这个就是可力饼的基本的这个基底的 是没错 那我们锅子呢 准备一个平底锅 那这锅子要热 对 一点点的油 配方很简单 鸡蛋 地筋 面粉 跟全脂奶 是 只要涂在纸上 好 然后下去把它稍微抹开 好 就跟女生卸妆油一样 化妆免沾一点点油 然后卸掉 好 这样就可以了 那锅子有热度上来 我们就可以下锅 这个是很简单的可力饼的饼皮的做法 是 没错 那我们在煎这个饼的同时呢 这边我们还可以准备另外一些食材 对 就是有坚果啊 然后饼干碎 那饼干碎你就是喜欢什么样的饼干都可以 好 任何家里头或者没吃完的饼干 把它压碎 然后坚果也可以准备 是 那师傅 饼皮通常要多厚 饼皮你煎的时候其实越薄越好吃 越薄 然后它才会有那种就是软软的口感 是 对 这个是那种法式的可力饼 不是那种跟日式的不太一样 硬的脆 对 不是不是 对 我们就把它煎 让它一面上色就可以了 好 那主厨因为露营的时间的关系 你事先也熬煮了这一锅 通常这个焦糖苹果要熬煮多久 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 那要看你苹果切的大小 好 我们来这两锅都开一下 这一锅是刚刚入锅的 对 刚刚入锅 所以你会看到 它的糖浆糖汁开始冒出来 那目前为止 还上面感觉还有点生鲜的品味 可是下面的果胶跟果浆有熬出来 而且那个香气也出来了 我这里都闻到苹果虾 这个是煮了20分钟左右的苹果 所以要让它煮软到这样 对 它这个是有很软 然后QQ的口感 对 那我们可力饼另外一面 应该也是快要有金黄色的 我们来看一下 诶 真的耶 可力饼好快熟哦 哦漂亮 它有点金黄色的这样就可以了 对 那我们这边有准备起司 这个起司就是做提拉米苏的起司 对 那这可力饼呢 我们把它拿出来 好 那二厨可以来煎第二瓶 可以没问题 二厨想要挑战人生中的可力饼 要不要再抹一点油还是不用 要再一点点 我们用刚刚的油再抹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饼皮很强大 这个吃咸的甜的应该都很赞 然后因为这三种材料 家里头一般人都会有 所以一般人应该在家里头要实验一下 是说实验如果失败就是比较厚的可力饼 撒一点葱花也可以 如果失败就把它当早餐蛋饼 我现在在预告万一我失败了 会被制作人剪刀或者副炒 对 你这样有点像补冻的感觉 我们用同学 人生总有第一次 我们是法式主厨 所以这个就是证明他们为什么那么漂亮 你要用一个汤扫刚刚好一刺下去就 对对对没错 我们家里头也不是在开餐厅啊 我们这个一家老小有胃宝就好了 也没有要开法国主厨餐 对啊你看 是那我们就起司啊 坚果啊 跟刚刚的苹果 还有饼干碎 我们就把它放进来 就可以来包它 对没错 就可以包它 我真的觉得这个也有点像润饼皮 对润饼皮更薄一点 好那主厨听说你那一个焦糖苹果 除了可以包这个可丽饼之外 还可以做很简单的苹果水果茶 对没错 那天气冷了很多女孩子超爱喝水果茶的 这个自己可以简单有焦糖苹果就可以做了 是我们苹果呢把它压碎 就是苹果酱的 对苹果酱的feel 那或者是如果你它是QQ的嘛 那或者是你用那个刀子把它切碎 那切碎呢 我们不要再加糖因为里面已经有那个苹果汁 对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捞一点点苹果汁来做那个 哦 苹果红茶 就可以当这一个红茶的红茶酱 对 而且这个苹果是吃得到的 对不只有味道 它还有那个可以吃得到那个口感 所以这个焦糖苹果不只是可以做这个甜点或者搭配 也可以做成水果茶 如果你做一批的话刚好冲一点热红茶 它就变成苹果红茶 是没错没错而且你吃得到那个口感 你就不会再去点那个什么有珍珠啊 什么那种就对对对对对 那红茶味道已经也出来了 对 那我们苹果呢就把它冲下去 好 那这样的水果苹果茶就好了 对那这边呢它是没有甜味的 所以你可以去捞一点点的这个汤汁起来 把它调一点味道 哦 所以刚刚的煮焦糖苹果的那一个果酱跟汤汁 就可以调我们的水果茶 对没错 那它这个苹果的味道就会在这个里面 好那我们来试吃哦 哇我们这个焦糖苹果可力品好好吃哦 对而且又简单好做 如果像我觉得如果变化做苹果派 喜欢吃肉桂的可能放肉桂一起熬 对 然后这个饼皮也超好吃 加里头三个配方 牛奶鸡蛋低筋面粉 超厉害 然后我们这个配方吃起来呢 它那个Q的之外呢 它是甜中带酸 可是它的酸是非常的好吃的酸 它不会太刺激 不会让你牙齿不舒服 就是一个很有香气的酸 然后呢 你可以自己去买 现在很多有那种 已经帮你密好的这个核桃吧 然后饼干也是现成的 就买小花饼干折一折 那种马斯卡彭起始 你也是可以买得到 组合起来 人家以为你是专业的店买的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你就这样的配方煮起来之后 哇人家客人来请客不得了 现在就是已经不是一般的主妇 就是破偶级的主妇了 而且那个可力比你真的很强大 它今天是搭配焦糖苹果吃 它如果真的变成早餐 搭配咸的也会超强大 也会很好吃 好那最后江医师 也给观众朋友一个健康小叮咛 是 第一个事情是 吃苹果在饭后吃 要紧接着吃不能隔太久 因为苹果会阻断小肠的 葡萄糖运输体 所以它可以用来降血糖 不让糖糖病病人 在饭后血糖飙太高 那第二件事情是 不要把苹果跟那个清清卤水的 那个透明的苹果汁混为一谈 因为苹果本身可以降低密度的血脂 可是轻轻的苹果汁会增加低密度的血脂 所以这两个刚好相反 那最后一个提醒一下 如果万一有在吃高血压药的人 尤其吃β阻断剂 或者是直接肾素抑制剂 这两种血压药 不要跟苹果在两个重头之内吃 因为苹果会抑制这两个药的吸收 让它效果完全看不到 你看这个图形里面 正常的药浓度那么高200 吃了600cc的苹果汁之后 掉到剩下四分之一 所以基本上这个药就没效了 那直接肾素这个阻断剂 也是目前很流行的一个抗高血压药物 它有类似的情形 所以吃药的人不能跟苹果汁一起吃 两个重头 那江师我顺便再问一下 吃苹果好像有一种民间的说法 是说不要吃那个苹果盒啊 没错 苹果盒它其实含有一点氢化物 所以吃多了其实会引起 你肾胞呼吸的障碍 事实上会导致你肚子不舒服啦 人头晕等等的问题 所以有一些人打精力汤 那个苹果盒还是要去掉嘛 拿掉比较好 那去盒然后表皮清洗干净 皮可以留 可是那个盒还是去掉比较好 它要去掉 那皮要留下来 好 谢谢江医师的叮咛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 苹果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Match台 健康好生活的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那我们的脸书不定期 也会有直播跟抽奖的 这一个分享的活动 提供给观众跟粉丝朋友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咯 谢谢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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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